内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雨景 水利部预料长江中游和洞庭汇水位将会回升 长江中下游洪峰早前通过汉口到九江江段 江西九江星期日的水位达到22.81米 到星期四降至22.52米 但仍然超出景价2.5米 在婆阳沿昌州乡 消防员逐条村庄巡落 确保全部的居民撤离 安徽的长江降流继续超出景价水位 同龄、安庆等五个市的居民紧急撤离 而在长江同龄段江州深外围的浅滩 已经被洪水完全淹没 武警出动堆沙包、打木桩和加固堤壩 安徽省踏入梅雨季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日数25.4天 其中沿江江南降雨日数达30.8天 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同期最多 水利部预料未来三天 长江上游和汉江上游再出现洪水 无线电视机井曹家永报导